理論上這個應該是把下載完的資料 再丟到資料庫 當然我們之前講的是Access 所以也許你把抓到的資料 就丟到資料庫裡面去 這樣的話以後甚至政府機關的很多資料 其實你都可以全部抓下來 什麼時候甚至可以把它分門別類 甚至可以做查詢系統 或者做一個報表的什麼什麼系統 反正你就可以 所以甚至你可以結合現在最夯的 視覺化的圖像 你可以最後把結果自動畫出一個圖像的結果 甚至配合什麼現在很夯的像POWER BI 再丟給POWER BI去RUN一下 有沒有 因為POWER BI我覺得還蠻酷炫的功能 就是它有地圖 有沒有像那個 每個縣市 像那個前面講那個住宅切到按鍵點位 其實你把它丟到那個POWER BI 它會自動幫你把台北市地圖上面的數量 用地圖的方式呈現出來 甚至你可以把它用那個什麼 用POWPOW圖 POWPOW越大表示越多 POWPOW越小表示越少 有沒有 類似像這種 其實它裡面有蠻多相關的設定 不妨可以把它玩玩看 不過我發現其實 像這種圖形畫的工具 最大的問題還是前面的資料要先撈得到 然後整理好 撈得到 整理好這件事情 其實就是那方面圖形畫工具最欠缺的 因為它本身沒辦法寫程式 沒有辦法寫程式 問題是你前面要做很多前置作業啊 所以你會看到那個demo 他們demo的時候都已經整理好了 資料都是ok ready的 但問題我們常常得到的結果不是RAWDATA RAWDATA就是亂七八糟的資料 但問題是你要怎麼樣 把那亂七八糟的資料 先整理好有序的 正規化的 然後呢 再把你要的欄位產生 然後再丟給像那個POWER BI 甚至以SEL裡面的樞紐分析 樞紐分析表、樞紐分析圖 其實也還蠻夠用的 ok 所以這個當然也要前置作業要先把它做出來 我最後發現還是用程式來完成 應該是最後的手段 因為說真的這些東西不用程式 好像也想不出更好的辦法 有沒有 還有什麼方法 多請一些工讀生嗎 不是要花錢對不對 多找一些人 對不對 多加班嗎 不是也都是要人工 所以最後的話 我發現最後能夠真的減少人力 然後提高效率的最終的解決方案 好像還是必須用程式 對不對 那有些東西你說 老師那工具都有了 問題是如果他剛好沒這個功能 像剛剛SEL裡面就是沒有下載 就神這怎麼辦 怎麼辦 那你就只好一定要自己寫了 所以最後我發現 那個關鍵的時刻 還是要自己寫點東西 所以這個好像也不可免了 好 那所以再第一 再來的話 我們接下來 就要來看一下下一個單元 下一個單元的話 我們就要從那個 Google試算表上面下資料 那其實主要是CSV 我們剛剛第一個 大家練習CSV 最多對不對 那如果說今天有個需求 就是說我希望我自己就是開放資料來源 OK 也就是我現在呢 當然我不是政府單位 我可能是某個單位 那我要提供給人家一些data 然後呢 這個連結在那裡 你自己去抓 反正就像我們剛剛一樣 抓別人的資料 那我也如果要提供的話 那我該怎麼辦 當然幾個方法啦 你可以用ECLIN存成CSV 然後呢 你去什麼 去跟老闆說呢 老闆買一個NAS 這個NAS 然後把那個檔放在NAS上就可以了 因為NAS可以價賺 但問題是要花錢 對不對 不過它是私有餘的 那如果說你今天不想花錢 你可以最簡單的方法 直接放在Google上就好 只是怎麼做 我剛才跟Demo一下給各位看 其實不會很複雜 第一步的話 請你現在你的雲 所以還是要用到你們的雲端硬碟 所以這個雲端硬碟 第一個你要登入Google帳號 第二個的話 你要點擊那個雲端硬碟 那雲端硬碟本身就有這個功能 也就是說其實你會發現 雲端硬碟對我來說 所帶來的便利是 很多東西我本來要駕站 駕Server上面或駕NAS上面 才能做的事情 因為有雲端硬碟 那我那些事情我都丟給他做就好 一來的話 我自己省去一定要駕站這個問題 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因為駕站的話有一個問題 那不可能我們拉很大的平寬 所以有些東西 假如說我都用我自己 比如說讓大家看影片 我都用我自己SERVER上的平寬的話 哇那我那個很快 我那個就會很慢 因為大家都Share掉 所以我大部分 有些平寬我乾脆用那個Google的 所以有些東西我乾脆丟在那邊 你們自己去那邊抓就好 變成說平寬都不是我這邊 都Google那邊的 而且還好Google沒有因為我用那麼大的平寬 然後找我要錢 沒有耶 而且有時候我甚至丟好幾GB的東西 然後再下載 好像也OK 他也沒有因為這樣關係 像有時候上課 那個學生大概幾十個上百個有沒有 然後每次要下載環境 像那個之前那個手機的APP開發 那個環境可能一個檔就1GB了 所以有時候一上課 可能就有100個同學 然後一個人1GB的話 那也就是瞬間就100GB的流量 大家都下載 後來發現他沒有跟我另外額外 charge費用 100GB 我用那麼多耶 沒有 都還可以OK 沒有因為這樣關係 他就把我的帳號砍掉了 或者是把我的這個帳號停權 也沒有啊 所以後來發現哇這實在太棒了 於是我就後來 不過這樣會不會我太高調了 到時候他知道 OK 不過看起來好像Google這部分 好像蠻OK的 那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 我如果說要丟一個檔案分享 1.請你先建一個資料夾 那我這邊加一個TEMP 2.我在這邊把我的檔案先上傳上來 上傳的話怎麼上傳 按右鍵你可以上傳檔案 或者是說你可以直接從 比如說單元05這個範例好了 我要把問題05丟過來的話 其實我們還喜歡用拖拉的 拖拉到這邊放開就可以了 他就上傳了 OK把這個檔 但是你要上傳之前 請特別注意 請你在上方找到那個齒輪的部分 請你特別注意 因為如果說你要能夠發布那個試算表的內容的話 有一個地方要特別注意 就是必須在齒輪設定裡面 這個地方一定要打勾 將什麼呢 上傳的檔案 轉換成Google的文件 文件的編輯格式 這個一定要打勾 為什麼呢 因為他必須我們上傳的時候 丟給他是一個Excel的試算表 但是他發布的話呢 一定要是Google試算表 所以他一定要轉換 如果沒有轉換的話 那就沒有辦法發布 特別注意 所以等一下要小心喔 假如說你今天 我先做錯誤的給各位看 假設你沒打勾 如果你現在丟的話 他會丟這樣的一個東西 上傳有沒有 X有沒有發現這個圖示 目前如果你打開的話 他沒有任何可以發布的地方 他只是把你原始檔丟上去 可以看 但是會變得有點像這樣 不好閱讀了 那正確的是怎麼樣呢 設定的時候這邊要打勾 然後把它丟一下 如果這樣他會丟上去之後的話 他會丟一個Excel的檔案 然後同時呢 也會把它轉換成Google的格式 那你會發現有什麼差別 有沒有發現 這個是Excel有沒有 他如果是Google的話 本來是X嘛 他這邊變什麼 變這樣子 OK 看得出來吧 那第二個才正確 那如果你第二個把它打開的話 你會發現 他就會跳到Google試算表的環境 而不會是有點像外面黑框的那個狀態 OK 所以 差異要注意一下 只要這個細節沒做錯的話 其實還蠻簡單的 對 我不知道各位對那個Google Google的那個雲端硬碟熟不熟悉 如果不熟悉 還是要花點時間 真的 像上面的雲端我幾乎無數加增 每個都用到已經極限了 比如說什麼 像我現在Google的雲端硬碟 他給我2TB 2TB 3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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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年要3TB 1個月要330 對 1年的話要3TB 但是我是免費的 他送的 他送我的 最高的 對 因為我用那麼多 他沒有跟我費用就算了 他還免費在送我 我覺得這個 這家公司真的瘋了嗎 後來蠻喜歡的 那為什麼他會送我 跟各位分享一下 因為我在那個Google地圖上面 Google地圖上面 各位也不知道有沒有用到那個Google的貢獻 就是叫在地想導 有沒有 那在地想導的話 因為我已經第幾集了呢 我已經是第10集了 我的分數目前是幾分呢 我的目前分數是10萬多分 目前還沒有看到分數比我更高的吧 應該很少 有還是很少 我應該還在全台灣 大概前一趴的那個吧 那 所以因為我已經Label很高 所以他就突然寄一封信 問我說 我要免費給你用2TB要不要 我想說 你送我 但是我不是這種人 如果他送我 還會想想說 送我這個會不會有什麼目的 還怎麼樣 好吧 後來當然就把它OK了 就把它用了吧 好 那 為什麼會有這麼高的分數 其實因為我習慣就是到一個地方就拍個照 不管是吃的、喝的、玩的、什麼、什麼 住的啦 反正就拍個照 先確定一下 有沒有 有點像開箱文一樣 OK 那第二個的話也會寫一些評論 所以我在上面我已經拍了照片 已經拍了總共16000多張 然後呢 觀看的次數是 3800多萬的瀏覽次數 3000多萬 我一看 哇 光破1000萬之後我就覺得 哇 Google地圖果然厲害 對不對 剛開始還沒什麼人用 現在怎麼會這麼多人用 而且喔 他慢慢 他已經加了廣告了 所以之後的話 可能會有類似YouTube的這個廣告分論 所以以後的話 隨便慢慢的 哪一天會寄風信說 我們要不要成為廣告的partner OK 然後你上面是不是可以 比如說你那個照片上面 是不是 如果有觀看的話 那我會秀廣告 然後到時候會跟你分一些廣告貨益 對喔 當然我只是這樣 我覺得應該是蠻有可能的 因為我以這樣的趨勢推 應該是很快的 只是什麼時候不知道 所以這邊的話 其實我也沒拍什麼照片 其實以那個觀看次數來看的話 就不外乎就是上拍一個什麼 拍一個車站 就90萬人看了 這有什麼嗎 就沒什麼 就是一個鐵路嘛 就這樣嘛 OK 這個鐵軌 我只是去到那裡嘛 對不對 我就拍個照 到時 表示證明我曾經到過這裡 那因為呢 我會配合Google相簿 因為Google相簿它有一個優點 就是你拍照的同時 它也會記錄你的GPS位置 然後呢 也會記錄你的時間 對不對 然後它也會同步跟Google地圖做 就是合併 然後呢 也會自動幫我畫出我當天的時間軸 所以我只要回到家 我就知道我那一天 幾點幾分 幾點幾分到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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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是坐車還是搭車還是什麼什麼 它都會全部幫我把它做個時間 那時間軸裡面呢 還會有相片 OK 而且我這件事情從2012年開始做到現在 所以我2012之後的行裝 我每天我都回頭看 我都可以知道說我哪一天做了什麼事 做了什麼事 哇好清楚啊 OK 所以我其實 老師那個相簿是 你不是用在另外上傳嗎 就是直接相簿跟它同步就好 對對對 因為手機本身不是拍了照嘛 它有個功能就同步嘛 所以我就 只要合準它同步才可以 你也可以不同 你也可以回家再傳啦 只是說回家再傳 它變成說它會處理的時間 當然就延後了 我習慣是同一時間也傳上去 然後它也會跟我Google地圖裡面的資訊做 比對 然後就幫我知道說我今天到底去哪邊 然後停留多久 諸如此類的 OK 所以其實當然這也是 個資不會很危險嗎 現在不是 你能用什麼個資 這年紀了對不對 我們也 也不是什麼 對 只是怕說老婆會隨時問說 你去哪裡了 你也不能說謊了 你也不能亂跑對不對 不過我們也沒什麼好地方 不會亂跑啦 OK 好 所以其他也在評論一下 所以這邊的話 比如說去哪邊耍廢啊 什麼等等 寫了一篇文章 然後去看書有沒有 像這家 剛好在那個 不知道要跟我們去啊 那個什麼 淋江夜市 旁邊就有一家 那個 那個什麼 二輪的電影院 我也是亂找 找一找 發現我那家電影 大概一天 大概有十部以上的電影 然後呢 你只要花一百六十塊 十部電影 每一部都可以看 所以你可以早上看看 看到它關門 都可以在那邊 然後旁邊就是淋江夜市 所以你如果看一看 你就想不想看了 你就會溜出來 然後蓋個章 他就出去 然後去吃吃喝喝 然後你如果也可以買點東西 然後到戲院院去 繼續看電影 然後就看了累了 然後又出來吃吃喝喝 然後去晃一晃 剛好又晃到一個地方 剛好有一家書店 二手書店 在巷子裡面 然後剛好裡面 他每一本書就打兩折 定價打兩折 超便宜的 不過他因為要搬家 好像這禮拜就要搬了 那我就到處曠晃 然後又把這個寫下來 有沒有 他要搬家 搬到和平東二段 剛好大安森林公園 OK 會寫一些紀錄 反正就是 就是這樣子 類似像這樣 比如說 哪一家店怎麼樣怎麼樣 就簡單紀錄一下 光這些的話 其實我也紀錄了九百多篇 這個類似打卡的 類似 但是我這個打卡 就是比較低調型的 不像說那個臉書就是有點 大家最後都是在炫耀自己去哪裡 那感覺好像就已經失去那個本意了 我們沒查 我只是我自己看 你別人不知道沒有關係 好 OK 所以 特別注意 這個是所謂的公有云 所以這邊是公有云 如果以後你想要私有云的話 假設你擔心說你有機密外洩的問題的話 你可以自己加一個NAS NAS 裡面的話 你可以自己控制 OK 大概這樣 好 那我們回到剛剛的問題 所以我把它傳上去 那怎麼發布 特別注意 只要在做一個 這個地方有一個 發布到網路的功能 關鍵來了 所以一定要記得 上傳之後一定要是轉換成Google的四串表 才會有這個功能 二的話 你就發布 把這個資料有沒有 總共卡住向下 我們好像是2000多筆對不對 你就把它發布到網路 然後呢 這個地方 你就選擇你現在要的工作表 然後你要發布成的型態 有沒有發現 CSV 那你按下發布之後的話 它就會出現一個連結 有沒有發現這個連結 這個連結呢 就跟我們剛剛去抓那個什麼呢 開放資料的幾乎是一樣的概念 那你只需要怎麼把它複製之後有沒有 再貼到你的程式裡面 像我剛剛是建一個新的工作表 所以你要把它下載下來的話很簡單 就是在我們的那個試算表裡面 開一個新的空白檔 然後開發人員裡面的話 你就按右鍵這邊 新的活躍部 新增一個模組 然後把之前的那個 剛才問題01的第一個 你拉到最上面好了 我們要下載那個什麼 零售市場這邊 有個精簡版的 大概第二頁這裡 你就把這個拿來 等一下呢 把它貼到我們的程式碼這邊就會了 然後改幾個地方嘛 比如說這個地方是 這個是問題05 比如說這個要更新資料 然後再把剛剛的那個網址貼到這裡 有沒有發現這個網址 剛剛那個問題05 在這裡 複製一下 然後就貼到這邊 記得喔 Test分號後面 http到最後面 雙引號的前面貼上 好 其他的部分要不要改 隨你啦 我是建議啦 這個array可以拿掉 因為它好像只有五個欄位 不過好像 你不改它也是全部啦 這個可以刪掉 那就把它執行看看 不過執行之後會是亂嗎 為什麼是亂嗎 Patternforms 950 那有沒有發現 為什麼 因為呢 對 就改一個 65001 有沒有 所以這個可能最好把它記下來 那主要原因是因為 這個是Google試算表 不是Excel試算表 那Google的話呢 它是非微軟陣營的 所以絕對不會用950 OK 如果哪一天950可以的話 那可能就是說 微軟把Google買下來 是不是 有可能吧 有可能嗎 應該不可能吧 目前好像Google的規模 好像比微軟 沒有 市值好像 因為Google 微軟前一陣子好像就是 其他方法好像整併了一下 好像市值又比Google高 所以這邊把它改一下 65001 好 再執行一下 因為這邊一樣 Clear Contents 再下載一下 那你會發現 資料的話 大概就很快的 就會從什麼 雲端上就下載下來 有沒有 全部就OK了 所以這個可以什麼用途呢 比如說你希望 將來你 其他人要共用資料 有沒有 那每天都要同步的時候 那你可以什麼 增加一個按鈕 那跟他講說 你早上起 或者你乾脆開啟檔案的時候 就直接更新了 自動在背後就更新 每次一開啟就更新 這樣的話 資料就一定會同步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我再把重點回顧一下 一 先丟一個資料夾 把它傳上去 記得一定要轉 第二個的話 就是在檔案裡面 發佈到網路就可以了 畫面再還給各位試一下 OK 這樣的話就可以配合什麼呢 我們之前那個問題01的這個 零售市場這一段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下載下來 好了